原来男朋友教多了真的犯法 这段拍摄于1983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严打时期 审判罪犯胡贤华全过程 此时的社会动荡不安 为了建设安全社会环境 全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严打 镜头中的女子便是其中的一员 她名叫胡贤华 本是医院的勤杂工 可因身材丰满颜值出众 常常吸引众多异性追求 按理说长得漂亮并没有错 可胡贤华却凭借自己的美貌 周璇于多位男友之间 虽没有以恋爱为借口 向不同男友索取钱财 可这样的淫乱的私生活 却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同年6月15日 胡贤华邀请多位男子举办舞会 在酒精的麻痹下 与王金龙等多位男性发生关系 一旁的邻居听到动静后 当即将其举报 胡贤华等人当场被抓 当法官宣判死刑后 胡贤华瞬间被吓得瘫乱在地 面对法官的提问 更是一脸恐慌 连话都讲不清楚 任凭胡贤华如何求饶 法律根本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在审判文件下达后 胡贤华以及四位男友 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